大家看到这是315碗会上曝光的某方便面的老坛酸菜的制作现场 这里的工人在工作时直接光着脚踩在酸菜上面 难怪这种酸菜面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现在在这里随意的抽烟烟头就直接扔在酸菜里面 现场真的是另人做偶 同样是制作食品的工厂 这家制作辣白菜的工厂就特别值得他们去学习 接下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宽敞明亮又干净的食品工厂是如何制作辣白菜的吧 首先这里的工人会把调好的白菜砍去多余的烂叶子 然后通过传送带进行到下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就是把切好的白菜放进特制的容器里进行消毒 一天之后再把这些白菜拿出来通过传送带进行到下一步骤 下一个步骤就是对这些白菜进行清洗 清洗之后再通过活水对这些白菜进行冲刷 冲刷之后再进入一个容器里面再清洗一遍 然后工人才会再把这些白菜拿上来进行下一步骤 他们整齐的把这些白菜码好 通过推车进入到下一个车间 白菜清洗好之后就要进行调料的制作 在搅拌机里加入各种各样的调料 现在倒出来的是葱末酱末 然后撒入白糖 白糖撒完之后再在里面加上辣椒末 同时搅拌机进行运转 经过一定时间的搅拌 这些调料已经调制成了酱料 然后再把这些酱料运送到车间 由车间工人把这些白菜抹上刚刚调制好的酱料 他们的工作非常的细致 每一层白菜都要抹上酱料 以保证味道的充足 把抹好酱料的白菜一一摆放整齐 放到传送袋上进行最后的步骤 最后的步骤就是对这些白菜进行包装 他们所用的包装袋也全部都是经过消毒的 把这些辣白菜装到袋子之后 然后进行密封 就这样辣白菜就制作完成了 不知道那些无量的商家看到这样的车间会不会感到脸红